都是2015年出道 LK透过合作舞台认识了紫鱼 此后两人变成了最亲密的挚友 经常约饭 一起出去玩 不过在20年 庄内心向Cube娱乐提出节约 并回到大陆发展 去年还被网友发现 删除好友紫鱼的相关照片及动态 传出闺蜜情破裂 之后庄内心在台湾举行新歌发布会 还特意澄清与紫鱼的不和 近日 两人再度打破不和传闻 惊喜同框 4日 紫鱼妈妈发布了做饭Vlog影片 做一顿油麻鸡饭 而随后 张天心惊喜现身帮忙切菜 紫鱼也当妈妈的贴身助手 帮忙拿各种调料 自然的互动如同一家人一样 而对于粉丝提问 紫鱼妈妈也超亲切回答 LK到韩国来 我的招待是亲自下厨 一样常常聚在一起的模样 直接破除不和传闻 爱的韩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